韓國大型音樂節目 M Countdown 展開全球巡迴計畫 2013年第一季 就把舞台原汁原味搬來台灣 在台北小巨蛋熱鬧登場 總共聚集了超過15組的 韓勒偶像開唱 可以說是今年目前為止 粉絲們最期待的盛事了 在演唱會開唱前舉辦的記者會 偶像們也一一出席 向台灣媒體問候 一起來看看吧 大家好 我們是Infinite 二度來台不過卻是首次公開演出的 大事偶像Infinite 最新主打Many Love拿下奪次冠軍 之前得獎師曾在舞台上翻跟抖的他們 事實上新專輯也在台灣得到銷售冠軍 如果有機會的話 Infinite 想用什麼方式 來感現台灣的Inspirit呢 今天是特別的 Dumbling 我們今天特別的就是 翻頓鬥還有 我們今天是Dumbling 我們在中間中間的 出音色 謝謝我們 願意發揮 難得來到台灣 又是首次公開和歌迷見面 隊長聖閨 主唱悠閒 還有Rap擔當Hoya 也特地小秀幾句中文喔 大家開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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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很漂亮 我的名字是天聖閨 哇 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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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他們講中文是不是覺得很親切呢 Infinite這首Many Love 明亮輕快的戀愛風格 讓許多歌迷印象深刻 不知道戀愛中的Infinite 又會是什麼模樣呢 看完了 這麼多韓流大明星在記者會上 侃侃而談 曾經當晚十五組藝人賣演出 都讓各位粉絲們印象深刻 不管你有沒有共襄深舉 之後的日韓音樂風 還會送上當晚的精彩演出畫面 讓大家回味嘗鮮 絕對不能錯過啦 歡迎回到日韓音樂風 好的,我們剛才有介紹到 在M Countdown的演唱會 有一個團體 他們也是滿後面出來的 呼聲也很高 我那天有去看演唱會 當然,不然我怎麼會去後台 跟他們打招呼呢 對的,這個團體就是Infinite 現在在一個很時尚的雜誌 像報紙一樣的雜誌的畫報上 跟大家分享 春夏這個季節到了 所以你看穿得要非常顏色 對的,在裡面穿的感覺 我覺得要去打招呼的感覺 看得心情就很好 我只能說那天 他們的表演非常有心 而且服裝的打扮也非常專業 非常整齊,水準之上表演 所以那天你會發現 很多歌迷又在尖叫 然後很多人都會跳他們的舞 跟他們一起唱歌 所以Infinite 他們去年不是來了一個 比較私隱的行程嗎 就是某大企業的尾牙表演 但是偷偷來偷走 也沒有偷偷 都是低調的來 但是我們還是有獨家跟拍 但今年這一次 接機的畫面 他們都非常的和善 非常的和藍 表演也很努力 所以這幾個大男生 真的是前途看好了 好不好 那下一段回來呢 我們還有boyfriend的見面會 要跟大家分享 但是在這之前呢 我們要送出我剛剛介紹的這個畫報 怎麼送呢 手機簡訊輸入JKpop1 傳送到55123 就有機會可以得到Infinite這個精采 很漂亮很帥氣的畫報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